如果在公园里面出现一张舒适的沙发 或是上一盏浪漫的台灯 会是什么样的氛围呢 台北市文昌家具街 发展促进协会理事长刘松雄 以及陈明成建筑师 希望将文昌家具街的在地特色与公园结合 进行通话公园改造进度比赛 在缺乏使用空间的台北市 邻里社区的公园成为大人休息 小孩游气的最佳场所 公园里随处可见的椅子 游滑梯除了这些元素 台北市著名的家具街 现在想结合当地的社会人文 创造不同的主题特色 它能够跟商圈跟社区的产业 能够结合在一块的一个家具主题公园的诞生 向重景陵市中心的通话公园 打造家具主题公园 希望同时保有居民的休憩空间 又成为吸纳观光人潮的人气景点 结合通话夜市 以及101它能成为一个 全国祖母的一个 常有活动 常有主题性的展览 的一个社区公园 一个主题公园 现阶段邀集有志之士 集思广益 以建筑的视野重新规划社区公园 希望为居住的城市 带来新风貌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 宋雅宁 台湾台北报导 HC